星期日新良潭路的山泥傾瀉 導致一幅戶島長倒塌 工程承辦人員完成清理路面 及初步斜坡鞏固工程 星期日晚上11點多 已重開其中一條行車線 恢復單線商程行車 受超強颱風波揭的外圍雨帶影響 新良潭路近三淡羅路段 星期日早上6點多發生山泥傾瀉 阻礙了來回行車線 路政署派出小型無人機 到現場進行測量工程 設置範圍高20米-35米 滑坡面積大約有800平方米 被山泥壓彎了的燈柱 需要等待斜坡維修工程 完成後才可以重新安裝 路政署已安排路燈成建商到場檢查 為兩側地下供電運作同樣受到影響的兩支路燈 接駁臨時電源 確保路段在夜晚仍然維持足夠的照明 路政署說會持續監察現場情況 及繼續進行餘下的斜坡鞏固工程 期望盡快重開受影響的路段的所有行車線